电刺睡着的时候,其他人并没有闲着 他们先确认了水电可以照常使用 随后将一些住客逃走时留下的食物收集了起来 但即使如此,大家还是渐渐感到绝望 邱一直都在寻找恶魔的踪迹,根本没有休息的打算 黄景一开始也和邱一起行动,但内心很快便陷入崩溃 现在已经将自己关在了房间里 而小小红的精神状况更为严重 甚至开始喝马桶里的水,于是姬也只好将她打晕 打晕小小红后,姬也叫醒了电刺 并将目前的情况转述了一遍 随后拉电刺去确认帕瓦的情况 因为姬也实在不清楚帕瓦现在的状态算不算正常 本大爷实在闲到爆炸 所以开始想诺贝尔奖的事了 只要爷获得诺贝尔奖 人类就会沉浮在爷脚下 然后爷就靠诺贝尔奖当上国家首相 爷喜欢看人类痛苦的样子 所以也只要上任首相 就立刻把消费税调到百分之百 哦耶,帕瓦首相万岁 帕瓦兴奋地对姬也和电刺讲述自己的宏伟理想 电刺则平静地对姬也说了句一切正常 确认帕瓦的精神没有任何异常后 姬也安排他们帮忙看看崩溃的荒景和小小红 自己则趁这个机会好好休息 吞云吐雾了一会儿后 姬也称赞起了尼古丁的力量 说有这样一种东西可以依赖真好 还说自己想拥有一个可以依赖一辈子的东西 想着无聊的电刺看向姬也的烟盒 发现他和秋抽的是同一个牌子 随后被姬也告知 叫秋抽烟的人正是他 秋刚和姬也组成搭档的时候是不抽烟的 因为他觉得那玩意儿会腐蚀人的骨血 当时姬也告诉他 如果身边有人吸烟的话 最好也跟着一起 不然会没朋友 但秋完全不听劝 直言自己根本不打算和人交朋友 于是姬也只好暂时放弃全烟计划 转而了起了秋成为恶魔猎人的原因 并一语中地 猜出秋是为杀枪制恶魔才进入公安 对此秋十分震惊 姬也却并不意外 直言像秋这样一脸阴沉的家伙 全都是这个目的 毕竟只有公安的人 才被允许持有枪制碎片 随后又将话题转到了劝烟上 恶魔恋人本来也活不长 想吸就尽管吸吧 姬也的声音突然严肃了一些 但还是被秋以 我不会轻易死掉为理由 拒绝了全烟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打档死掉真的很麻烦 姬也边说边露出安慰的笑容 并在抽完手中的烟后 与秋重新开始巡逻工作 走在街上的姬也突然在不远处 看到了一个盯着自己的女子 随后让秋回避一下 自己迎了上去 秋看到姬也站在女子面前一动不动 女子则挥起一掌 扇了她一个耳光 但姬也却依然没有什么反应 直到女子转身离去 颇赶吃惊的秋 走上前去询问姬也 怎么回事 被姬也告知 刚刚的女子是前搭档的女友 去世搭档的新人 找上门撒气这类事 时常发生 毕竟他们没办法找恶魔报仇 而姬也渐渐地将被发泄 算进了恶魔猎人的工作里 听了这些的秋 思索了半生 随即轻声快步 走向山耳光的女子 又立刻跑回了姬也身边 就在姬也搞不清楚 秋干了什么的时候 秋有些天真的声音 传了过来 我在打你的人身上 沾了口腔糖 被欺负了就要还手 明明不是你的错 刚刚的事让我很生气 所以我去替你报仇了 他活该 他永远不会注意到 自己的衣服上 沾了口腔糖 秋一本正经地 解释着自己的做法 看到这个阴沉小鬼幼稚一面的姬也 则被逗得哈哈大笑 并带他来到了一家中餐店吃饭 即使是吃饭的时候 姬也的话也很多 他告诉秋 自己师父曾说过 恶魔最害怕的不是强大的人 也不是勇敢的人 而是脑子不正常的人 因此秋应该能活很久 文婷子言的秋怀疑鸡也在嘲讽他 但并没有计较 而是盯上了他的杏仁豆腐 就在秋打算拿走鸡也杏仁豆腐的时候 一根香烟滴到了他嘴边 给你一根 以后我们还要打很久交道 所以你就吸一根嘛 鸡也撒娇般地恳求着秋 秋依旧以骨头会被腐蚀掉为理由拒绝 但看到鸡也可怜兮兮的表情后 犹豫了起来 随后结果香烟 大应只吸一根 还强调这辈子就吸这一根 故事回到现在 秋正在找鸡也要烟 鸡也则指着嘴上的香烟说 这是最后一根 于是秋毫不客气地要了过来 一旁的电刺见状立刻起哄 大喊这是间接接吻 还说秋真狡猾 秋则像个家长般 严厉地喝止了电刺 随后边抽烟 边透露自己刚刚的调查成果 说刚刚怕瓦杀死的恶魔 现在变得越来越大了 这句话刚说完 变大后的头手脚小玩意儿 便从房间内倾斜而出 就在鸡也感叹 这玩意儿长得越来越别致 好奇他究竟是什么恶魔的时候 他说话了 人类 人类们啊 愚蠢的人类们啊 我想跟你们做个交易 恶魔以诡异的声音与秋等人交涉 说自己可以让大家安全离开 但前提是 要让他吃掉电刺 无论是活人 还是尸体 只要把电刺叫出来就可以 这样现场所有人都颇感吃惊 与此同时 一阵开门声传来 满身冷汗的小小红 手持利刃 从房间中走出 并来到了电刺面前 电刺 让他吃了你吧 好